岛屿,我从没见过你,但是我懂你,倾听你的心事,你今天最好看完,人,在不知不觉中就老去了,叹息着时光荏苒,等你老了,你想靠谁养,靠自己,靠自己,还是靠自己,人老了,第一会想到的是靠孩子。 可是,孩子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,有自己的工作要忙碌,但今社会压力很大,年轻一代背负着各方面的压力,不知还能不能顾上你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,你是有钱的,儿女会争先恐后的来照顾你,因为你老了,到最后可以分得一道笔工资。 你是无钱的,儿女就算不会远离你,即使儿女愿意养你,还得问问儿媳或女婿同意吗? 现在这个社会,儿女都是过节过年来个电话,送些礼物,寄点钱,真心真意陪伴你的,关心你的能有几个? 人老了,会想到身边的老伴,但是,不知老伴是否更需要你的照顾,又或者先你一步离开了。 你先走了,是你的福气,因为有人照顾你的周全。 你后走了,是你的不孕,因为你会感觉到无依无靠,特别是走不了的时候,孤独终老,实在太难受了。 人老了,也会想到靠社会和国家,你也得口袋是有钱啊。 你老了,一个人无依无靠的,如果你是低保护人群,就靠这点低保的钱,够开销,但也不敢生病啊。 如果你是有儿有女的人,幸福利润,给钱就来吧,没钱们都不要借了。 人啊,哪里有这么多事是靠别人的,都得靠自己。 人老了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不能像年轻时事实俱全,事实力道了。 别想着养儿能防老了,自问一句养儿,真的能防老吗? 人老了,自己手上有钱,不用看别人脸色,不用等着别人给饭你吃,我是可以靠自己的。 人老了,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,别什么都不舍啊,不舍得吃,不舍得穿,不舍得花。 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,健康使人最大的财富。 钱啊,有的时候,多点保养,学会养生。 有一个自己的小窝,有一个相爱的老伴,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做好自己老了,事事都是靠自己的准备。 少生气,什么风雨没见过,还有什么是过意不惧的,少折腾,少闹心,保持良好的心态,每天都开心快乐。 别太悲观,孤独并不可怕,时间在走,人是灰老的,努力过好最后的美好时光。 夕阳无限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